同仁 财政部长部长 以及各位长官 请部长 方伟也好 部长你好 几个问题简单请问 第一个问题 台纽经济合作协定 从12月1号开始生效 那么成人奶粉的税率从10%降到0% 婴儿奶粉的税率从5%降到0%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是厂商却一点都不降价 不管是用说什么改包装 不管说什么改配方 我不降价就不降价 然后过去其实我们曾经对于奶粉价的上涨 在100年11月1号到101年5月的时候 开始说我们进口关税减半 为了要减轻消费者的负担 可是那个时候厂商也不降价 不降价 财政部就明确表示过 我跟委员报告 这是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他的执掌 他已经邀请相关部会来研商 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 业者的获利状况 由公平会跟财政部来查 第二个 业者的调价行为的监测 由公平会经济部消保处来查 那个市场的透明度 请卫生福利部来负责 大概三部分 这个书面可以给我吗 是 可以 那我请问呢 第一个部分 业者的这个状况 你们查的结果怎么样 呃 我们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查 不是 12月1号才刚开始啊 现在10月底了呢 获利状况那个东西药董有报表出现啊 那你们过去都没有进行一点了解 过去 你们过去一百年11月到一百年 那个查过了 查了什么结果出来 有 那个有查过了 而且你让人家觉得说是指老虎啊 不是 你只会对自己老百姓查 所以查了哇 查了雷利丰神 报告员 我们国税局啊 如果查了以后没有逃漏税 我们连老虎都不是 我们只查逃漏税嘛 那如果不是逃漏税 连老虎都不是 对 我们 那所以说过去到现在过去到现在你们查 我们查过了但是没有结果 如果他获利很多 我们查到了获利状况有了 他又何时申报 我们就职责就了了 就是这样啊 职责就了了 可是你应该告诉全民吧 哦 那个没有问题 说他获利很多 或者获利很少吧 好 那个没有问题 可以吧 是 是 对不对 是 查到以后我们就 获利状况 或者说应该 那个行政院是让你们查获利状况 并不是让你查缴税状况 对 我们只要在保密的状况啊 不公布个别业者的名称啊 我们获利的状况 可以啊 是 是 好 那以 你们可以告诉全民 这个就是说你们可以择期公布 是 这些过去XX接口 进口来粉业者 他们过去的获利状况如何 好 获利 获利超过正常标准的 我们就来公告 嗯 就是但是不是个别的厂商名字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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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是 那另外 我们请请一下 呃 我们金管会黄副主委 呃 张部长我一并请问 好 谢谢 部长 部长你可以留下来吗 部长 一并请问 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股市 在十 我们现在股市啊 今年大概平均 大概七八百亿 是吧 然后交易量 交易 交易量 好 然后这个 上 上证两个股市啊 平均 这个每天的交易量 大概七八千亿 香港的股市交易量 大概也是两千多亿 可是在十年前 上海深圳的股市的交易量 跟台湾股市交易量 比起来 他们大概是 比我们少哦 有一说是 只有十分之一 我是认为没有那么少 但是也蛮少的 好 那现在变成我们的十倍了 然后这个香港的股市的交易量 大概过去也比我们少 和我们差不多 现在也是我们的两三倍了 好 以上 您觉得这个股市的 这个 这个动能哦 一直持续下滑 现在只有 我们的房市啊 是向上提升 其他不管我们的薪水啦 或是股市 都向下沉沦 您觉得 我现在问张部长好了 您觉得 当然你站在税收的立场 这 成交量下跌 直接受损的 就是正交税嘛 是 税收就受损了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呃 委员报告的 很多委员都提 就提到说 是不是要税可以减半 会怎么样 对 可是您觉得呢 我们的股市的动能 大概去年 大概是最低了 去年正所税 大概最低了 拜马总统的得正了 对 但是今年啊 今年修法以后 已经成长回来了 比如说 十月的成交量 成长回来了吗 呃 去成交值啊 那十一月 大概有九百多亿 那慢慢再回升 好 那副主委您呢 您觉得要怎么做 呃 发行面来讲 我们这几年 每年对上市柜的 这个加速都有在要求 那其实有增加 那那个交易面来讲 曾主委 发行的加速增加 成交量没有增加 成交量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 把交易制度的健全化 包括曾主委所说的 三所谓的三支建 那明年一月六号 就要先买后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当冲 那个放空 当冲部分 其实都会去做 那这部分制度更健全 您觉得有 有把握或有效 能够提升 这个交易量吗 呃 从量上来讲 这几个月是有提升 但是 还有努力的空间 但是最重要就是 当然资金部分 有一部分 我们确实了解 在不动产 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还要 不方便请你做预估啦 但是你们有把握 有没有一个信心 明年的交易量 可能会再继续提升 我们当然有信心 有信心 是 好 谢谢 那我请问 请问部长一下 副主席请回 您也提过了 就是说年轻人 不要只是想看到地宝 可是问题是 地宝也好 豪宅也好 的确是带动台湾整体房价 的一个上升 或是飙涨的一个指标啊 或是他的一个动能的火车头啊 刚刚提到了 股市没有向上提升 房市一直向上提升 年轻人说有梦 年轻人有梦 小时候写作文说我要当总统 其实以后小时候写作文说我要去住进地宝 那这有什么不好 你说您觉得其实 如果报告委员 人心有梦很好 但是如果那个梦不能实现好 就陷入永恒的痛苦 陷入永恒的痛苦 这是德国哲学家徒儿干讲的 是 你讲的话太哲学了 你说年轻人有梦想住进地宝 然后结果到时候变成台庸住进地宝 就是说你不要把理想定 不要把理想定到太高 而不能实现 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住地宝 要住豪宅 我觉得有一张床 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地宝 不是 我也没有想要住过豪宅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 我觉得其实 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家族观 所以我想到 我努力要做王永庆 要做郭台铭 你跟人家人口说 你不要做梦了 这样好吗 不是不要做梦 而是要 竹梦要踏实 对 人生有梦 竹梦要踏实 他才刚刚踏入社会 努力要再构筑人 不是 他不是做白日梦啊 他是早上朝九晚五 奉这个兢兢业业的在工作岗位上努力 希望有一天 是 no young 你今天要讲 要做梦了 当然我也要不踏实 对 我也劝告年轻人一步一步来 事实上我也年轻过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住一间 一个房间 对 结婚的时候也是住一个房间 那个时候房价跟现在房价不能比 所以我的意思是 也是住这么小 房价在任何时候 如果说年轻人要多吃苦以后才能住梦踏实 我可以接受了 你说年轻人一看他死 不要做白日梦 那我就觉得怪怪的 不是啦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要 我们都要梦想啦 但是要踏实啦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梦想当王永庆 梦想住地宝是不踏实 不要 不是这样的吗 不要把住地宝当做梦想或理想 我认为不需要 对 把住地宝当做梦 是说我希望赚很多的钱 能够让我足够支撑我 或足够让我买得起地宝 其实是奋斗的梦想 不是说我一定要住地宝 住地宝 你只会去当费用就住地宝啦 其实刚刚委员这句话 这个梦想也会陷入永恒的痛苦 不要赚很多的钱啦 赚够用的钱 赚很多的钱是陷入永恒的痛苦 赚够用的钱就好了 不要说赚很多的钱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所以欲望很重要 欲望的控制很重要 有人说人就是有欲望 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才能促进经济的成长 跟那个 人就是有梦想 我们去发明啊 有人如果是想说 不要想了 就爱迪生不会发明灯泡了 欲望是一刀的两面刃啦 它是促成我们进步的动力 但是也是我们痛苦的主因 我觉得部长 你除了在财政界以外 你还去教哲学课 是 谢谢 我希望说大家踏实 我同意啦 但是我希望 这个部分还是希望说 您多鼓励一些年轻人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